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阿根廷的犯罪剧情片《显爱无尽》 索萨是专业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律师 在这个国家,交通事故位居死因之手 平均每天就有22人死于车祸 近10年来,死亡案数更是高达10万人 频频高发的交通事故成为了一些黑心律师的发财支援 从而造就了借此敛财的保险求偿公司 索萨的律师执照被吊销后走投无路 也加入了黑心行列 肆无忌论地在无数的交通事故受害者身上赚钱 受害者将索萨保险赔偿的事物 委托给索萨这样的律师 得到赔偿后,律师可以从中抽取佣金 甚至大多数人通常没有意料保险或工作 但黑心公司依然能想方设法骗到保金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公司哪大头 而且他们还会寻找并利用那些 因各种原因受伤的人为造事故 因此达到敛财的目的 在这个庞大的历练背后 已经悄然形成了紧绿衣之间相互勾结的黑暗势力 最惨的莫过于保险公司了 一次,索萨在车祸现场 邂逅了实习女医生陆涵 陆涵并不知道索萨等人的勾当 但和他搭档的救护车司机 却是索萨公司的合作人员 陆涵希望救死扶伤 甚至为了坚持加班救治更多病人 不惜定期细图保持亢奋和缓解压力 而索萨却希望将垂死之人变成自己的客户 贫义凡的接触 渐渐让两人互生倾诉 很快就坠入爱河 某天,一个急需用钱的老者 找上了黑心公司 受理人正式索萨 签好利益分配的合同后 索萨让老者喝了些酒 然后给他注射了麻醉性止痛药 再用大锤敲断了他的腿骨 完事后,索萨躲在路旁 老者装错醉酒 故意撞上了一辆急驰而过的汽车 救护车司机已经提前接到消息 立马就拉着不明所以的陆涵 赶到了事故现场 此时,老者已经陷入昏迷 骨折伴随着大量出血 赶往医院的抢救途中 陆涵发现老者失血过得导致休克 索萨惊恐万分 慌得将用药的事情如实相告 但不行,老者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当场去世 陆涵一直以救死扶伤为己任 他对索萨和司机做的黑心勾当 恨得咬牙切齿 司机也没想到 他们惯用的手段会酿成人命 陆涵痛斥了司机的自私行为 又和缠在身边 让他帮忙善后了索萨断绝了关系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索萨再也没有露过面 直到一天 公司派人狠狠教训了索萨 尽管他必须为这个烂摊子负起责任 重伤后的索萨来到医院 指定让陆涵治疗 陆涵没有推辞 进行为索萨缝合伤口 索萨说 他自己并不想做没良心的事 但为了能重新拿到律师执照 他才选择了这条快速通道 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陆涵的医者人心感化了索萨 他现在只想做些好事 弥补从前的罪恶 所以他将索萨大的保险计 全部交给了老者的家人 这才遭到黑心公司的报复 索萨的回国自信 得到了陆涵原谅 也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 从这之后 索萨开始热心帮助那些 事故中的受害者不被坑害 渐渐地 陆涵改观了对索萨的看法 两人旧情复然 重新陷入了深深的爱恋之中 后来索萨和黑心老板 讨要自己应得的佣金分成 老板当然是一分也不愿意给 可索萨手里 捏着公司的全部黑幕 他以此威胁黑心老板 欲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钱 为了铲除这个社会害宠 索萨找到合作的警察 拐弯抹角地从中挑拨 警察也早对激进了 黑心老板心声不爽 如今索萨找上门诉苦 又让他深刻意识到了 黑心老板又另起炉灶的野心 警察知道索萨业务精湛 便准备扶持他上位 慢慢挤走黑心老板 但不久后 黑心老板就发起反击 他派人殴打了陆涵 作为对索萨公然抢声音的警告 索萨将心爱之人被牵连 顿时勃然大怒 立马闯见黑心老板办公室 发狂般地不断猛砸对方头部 失控之下 竟生生打死了黑心老板 索萨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他立刻赶回去 准备带入汉远走高飞 但刚下落就发现 警察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 索萨的暴局 正好为警察清理了门户 同时索萨也彻底成为了警察的傀儡 警察不会把索萨送进监狱 因为目前只有索萨能接替黑心老板的位置 而且警察的心比黑心老板还要黑 他要求索萨将赔偿的保金 一分不留全部交给自己 受害者是否能得到钱 他一概不惯 不然就立马送索萨吃牢饭 走投无路之下 索萨伺候了一场意外谋杀案 不过 这需要路韩和救护车司机协助完成 第二天 索萨从银行拿到58万的巨额赔偿后 坐上警察的车去处理下一个案件 经过十字路口之前 索萨系合了安全带 当车驶过路口时 突然猛冲出一辆车 瞬间撞翻了索萨乘坐的警车 暗中等候的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 从车祸残骸中救出了索萨 不料警察尚未身亡 把枪射杀了索萨身后的司机 陆寒吓得哇哇直叫 索萨赶紧找出提前备好的手枪 边后退边还击 两人撤上旁边的轿车 一脚油门过去撞飞了警察 陆寒又惊又怕 颤抖的双手握住方向盘 一个就往前开 途经一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 陆寒停下来关心所思的伤势 这么一封信没好好观察路况 当场被闯红灯的车辆 撞得支离破碎 两个阴暗和正义而走到一起的恋人 就这么双双遇难 还是难逃命运的魔掌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